大家好我是木鳳 本部影片來分享一下 江秉龍王國11月9號的 Battlefall改版更新詳細公告 那我們就直接來看重點 首先第一個是新增了反派偶像Battlefall的服裝 有查爾斯 甘草 毒魔國 紅絲龍 所以我們的石柳姐姐呢 我們的石柳經紀人 他的服裝咧 官方 你是要放彩蛋嗎 這個沒有石柳是不是多數的玩家會抗議呢 我真的希望石柳姐姐的有耶 石柳的那個經紀人服裝真的很 很好看 對我覺得官方應該要好好納入考量 希望有好嗎 然後再來還有新增Battlefall的服裝姻緣 我這邊其實希望Battlefall他是有機率性加成的 而不是說可能就只是單純要大海撈針 希望官方這邊可以好好改一下 我們好像是從去年吧 去年聖誕節的 這個跟完善節還有有服裝的加倍池 就是機率性有加成 但是 春季的那幾次之後就都沒有加成了 就是希望官方這次Battlefall他是有額外加成的那個限定服裝 這樣會比較好 對於比較資深的玩家來說啦 不然我們這樣子就是其他服裝都有了 然後我們還要大海撈針 這樣還蠻好笑的 接著另外一個是新增Battlefall的節奏關卡 這邊Bed and Dark 這個節奏強烈的歌曲OK 然後再通過BTS演唱會戰鬥關卡12 那這邊可以解鎖所謂Battlefall入場的按鈕 基本上多數的玩家應該都全部解鎖了啦 因為他那個就是一個劇情關卡嘛 所以這邊就直接解鎖了 然後再進入Battlefall的節奏關卡 不需要消耗資源可以自由參與 接著就是我們這邊有講的 新增了那個大亂鬥第四季這個Battlefall壞家們 那這個大亂鬥的話他的規則跟先前稍微不太一樣 他一樣是要組成3個隊伍然後是15個餅乾來參戰 但這邊特別看一下喔 他有所謂的配料額外能力是不適用的喔 比方說像如果一個角色他基礎的秒數是15秒好了 我們如果全冷卻的配料他是17.3% 然後他可以變成開場3秒放招嘛 不然原本是4秒 那這個配料額外能力的話就是包含任何附加屬性 比方說傷抗攻擊跟冷卻都是沒有的 所以這樣子比方像 可能15秒的角色 他就是沒有辦法就是開場3秒全部都是4秒 所有角色都是基礎秒數 這樣子其實在配置上面的話就是需要重新來思考一下 過往我們思考都是用配料來做搭配的 這一次大亂鬥是直接拔除配料的額外能力 讓所有的餅乾最低的等級是60等 目前餅乾等級最高是70等 他這樣子就是拔掉了配料能力然後最低是60等 對於多數可能比方說回鍋或者是因為BTS而入坑的玩家 這樣子他們是比較好的 就比較好做搭配 那當然如果其他玩家可能你也等級可以到70等 當然你可以打比較高 但至少所有其他的玩家都有一定的基礎 你這樣子的話其實打大亂鬥會比較好玩一點 然後再來每一輪大亂鬥會產生毒雲會有所謂反派氣息的免疫效果 接著BTS成員在大亂鬥可以產生毒雲免疫的效果 他就不會受到反派氣息的這個負面的免疫效果 他真的是要 要大家一定要擺甘草餅乾跟毒蘑菇上去是不是 紅絲紅跟查爾斯我可以理解啦 就是稍微可以試試看 啊如果擺甘草跟毒蘑菇 到時候我們看一下這個反派氣息他的這個免疫效果到底有多少 然後接著大亂鬥達到特定段位的時候對手的資訊將會被隱藏 這個其實官方這邊直接寫你不如就是直接等到時裝了之後再來看 簡單來講你的分數段位越來越高 你之後會看不到對手的那個寶物那些東西基本上他就會隱藏的越來越多 一直在推就是這樣子 其實這個東西蠻易懂的 到時候你到大師2以上的段位的時候 你會發現好像你只看得到他第一隊 然後其他的都是隱藏的 然後你完全就是 自己憑運氣自己就是看得開心這樣子 反正之後大亂鬥還會再組出一些新的對鬼各位參考啦 沒意外就是這樣子 再來大亂鬥達到一個段位的時候可以獲得熱情與努力 淬煉而成的反派偶像傳說的同像造型獎勵 就是我們那個同像的查爾斯 接著新增配料管理所 配料管理所的這個功能其實 我記得應該在半年前的時候其實已經有多數的玩家 包括像其他國外的薑餅的玩家好像已經都有跟官方講過了 他們希望就是說 配料能不能儲存先前預設的配料 然後我們這邊替換的話就是只要花遊戲的金幣 然後就可以直接 載入預設的配料 就是你只要花遊戲的金幣然後這樣拔來拔去 我們這樣一下子打龍或者是一下子打競技場 配料的話是可以讓快速來做切換那你只需要花遊戲幣 因為多數玩家競技場一定會放比較好的配料 那打工匯龍也是 官方這一次終於實裝了 完成糖尿地精等級Lv.9開啟配料管理所相關的研究之後可以使用這個功能 所以這個官方這一次的改版這個算是不錯的 然後在餅乾需要達到30級以上可以開啟5個配料欄位 才可以將配料載入或儲存放入相關管理所 那他這邊其實他也沒有跟李明講說如果你要再開啟更多的配料欄位是不是要花水晶 那沒有意外的話可能要稍微花一下下應該是這樣子 再來是新增了這個超級稀有的馬卡龍餅乾 馬卡龍餅乾他這邊的話是說屬於魔法型的餅乾嘛 會造壞很多小動物們向敵方陣營前進並造成傷害 那如果敵方不是餅乾的時候將會造成額外的傷害嘛 然後再來會提升我方的那個攻擊力以及暴擊率 並在一定的時間內恢復體力喔 他雖然是魔法型的餅乾 但他本身的技能比較偏向於是支援型的 所以這邊到時候可以看他整體技能的狀況 然後接著BTS相關的這個關卡都有新增大師模式 到時候可以看一下還有阿咪爸爸的任務活動 我覺得BTS的活動啊他既然要放到明年1月多 其實像紫色通行陣我覺得官方他應該也要新增一下什麼紫色通行陣2 或者是有新增上限 不然我們現在紫色通行陣都解滿了 就有點小尷尬 反而現在解滿了之後反而一直在收集遊戲幣好像也怪怪的 希望官方這個可以稍微改一下 接著 新增狼人餅乾魔法糖 狼人餅乾魔法糖他這邊有講說變身之後的普通攻擊 可以造成擊中的對方會有負傷效果 負傷效果是包含濃縮咖啡還有黑殼殼餅乾都有相關的負面效果 他那個效果的話就是減少最大生命值的那個%數的 常駐的負面被動傷害 就是他常駐負面的被動效果 官方現在是不知道要放什麼就放負傷啊 因為負傷的上限是25%嘛 所以這樣子就是 變成是說你可能不一定要放濃縮咖啡 你也可以放狼人餅乾 然後你也不一定要放黑殼殼 就是三選一 狼人餅乾他的攻擊力防禦力體力 又提升了 我為什麼會說又呢 因為狼人餅乾其實之前已經有被調整過體質了 這一次搭配了魔法糖的那個推出 他體質又有全部上升 三圍的部分 再來 公會討伐戰優化 這一次優化的部分啊除了像BOSS和召喚怪物 他不包含暴擊之外 還有我們甘草海生院他也有做調整 不過這邊還是要特別講 尤其是像公會討伐戰目前來說的話 前面的公會都是先打紅獅龍蛋糕龍跟命運大天使為主 就你盡量的話是把這18場 是給紅獅龍蛋糕龍跟我們的命運大天使 然後再來是等到了可能比方說你們覺得最後一個階級二 剩下的人可能那個場數 也沒辦法打完 那你們再來打乾燒海龍 目前的 整個大部分前面的公會分配是這樣子 所以他這個改低了就是對於部分的玩家來說他會比較適用啦 但對於前面的公會來說的話應該是沒有什麼影響 大家還是以 紅獅龍蛋糕龍跟命運大天使為主 接著新增的這個變更與優化 變更與優化這一邊的話是有新增的黑珍珠餅乾的餅乾裝飾 然後再來還有節奏關卡的優化 節奏關卡終於出了練習模式了 不然每一次大家要練歌然後就還要進去花票 然後花票玩可能打得不好然後結果你那一場就是你還是要把他打完 不然你拿不到那個BTS ARMYBOB 官方這邊的話他都有把相關都有優化的 點數商店新增劍長魚子降靈魂石 那之後的話才會再新增查爾斯他就是依照那個版本來循序漸進 你只要玩會是 口浪堂球 然後再來才是塔爾斯 好更正 OK 口浪堂球就真的就不用抽了啦 其他最後的話就是優化部分功能 然後還有地標空中庭園有增加10個空中小島 有玩家其實不太喜歡把地標直接擺在你的王國裡面 他希望把它收起來 因為可能他的王國是具有主題性的 就是讓玩家們可以自由搭配啦 11月9號的更新公告影片就到這邊感謝大家的收看 等到到時候改版日的時候也會來開直播 那就歡迎有空的玩家來收看 影片就到這邊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聰明蹦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